8月30日,《唐诗三百案》在搜狐视频震撼上线,开播当天,剧组在京举行开播发布会,导演韩东主演李百荣、傅佳、魏然、魏晨亮、杨夕等人亮相发布会。 发布会上,幕后主创透露,李百荣是全剧的武打担当,拍戏非常敬业,傅佳为戏也做足了功课,查资料看百家讲坛,还观摩了类似古装探案剧。 两人在剧中相爱相杀,互怼cp,引人期待。 李莫白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,才华很易到任性。他又是一个非常爱喝酒的人,表面上看上去活得潇洒自在,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坚守着道义。 现场主持人给了魏然一个机会,让他跟念奴的扮演者魏晨亮表白,可惜依然是老友情切无益,被魏晨亮无情搬了好人卡。 念奴姐姐,你也知道,李莫白还不喜欢你的。我,我,我,我真的很喜欢你啊。不如我,我研究你,是什么?谢谢,你是个好人。 发布会上,李百荣的朋友郭品超和陈亦如纷纷通过VCR送来祝福,大赞他拍戏敬业,预祝他新剧播放量节节高升。 当被问到私下郭品超有没有对自己进行指导的时候,李百荣则表示。 其实我们私下是比较好的朋友,但是我,我确实是没有想到他们会录这个VCR给我,因为据我所知,他们俩现在应该都是各自在组里拍戏,所以我刚才受到这个之后真的很感动,因为我觉得他们说的特别真诚,对对对。 非凡娱乐,北京报道。